感觉刘烟是和邓超属于同一类的艺人,他们都有很好的演技,剧中的表演都很有魅力,但是生活中,他们却总是爱表现出大致若鱼的样子,像个幼稚的孩子,十分幽默搞笑,给粉丝们带来许多欢乐,可能最大的不同就是,邓超把儿女保护了起来,几乎从来不晒正面着。 但是很喜欢提兄妹俩的事情,而刘烟则不介意让大家看到子女长什么样,只是平日里很少巴兄妹俩的动态,9月28日,社长终于再次晒出了诺依兄妹俩,在一块儿玩的小视频,并说道,搞不懂小学生的世界,上次是闪戏美食,这次完全没听懂,网友调侃判刘烟,每天面对这么帅的儿子,社长你不会自卑吗? 刘烟转发着,别想刺痛我,看来生了一个比自己长得帅的儿子,社长的确自卑了。 压力三大,视频正在播放音乐,是一人我饮酒醉,的歌作为背景。 首先出场的是妹妹妮娜,小公主在沙发上蹦跶跶跶的,很是活泼,然后镜头再切换到诺依,诺依弯着腰,对着镜头喊慢。 歌词就是一人我饮酒醉里的歌词,最后还非常霸气的走开了,看得出来,妹妹也很喜欢音乐,跟着节奏跳跃,高兴的都要背起来了。 从身后的玻璃,还能看到妈妈举着手机在拍,家里有孩子就是热闹呀,看着他们渐渐快乐的样子,做父母的一定非常欣慰了。 诺依穿着一件黑色背心,被晒黑了许多,但是武魂依然是帅气的,而且网友们第一眼就注意到了诺依的头发,这样的都快要挡住了视线,纷纷强烈建议社长带诺依去理发。 其实周周觉得诺依这样还挺闷的嘞,社长很显然已经跟不上一零后的脚步了,不懂,估计也不想懂他们的世界,从照片的背景,我们还可以看出,社长在北京的家真的很传统,家具都是那种很有年代感的家具,连水户都是,传统的男人没什么不好的,至少他们会很顾家,疼爱老婆和孩子。 我们都知道社长的特长是演戏,但是看样子一生子女,都没有被遗传到爸爸的戏经体制,反倒是对音乐很感兴趣,妈妈安娜就是一个非常热爱音乐的人,而且歌喉超动听,耳濡目染下,诺依也被培养起来音乐细胞了,小小年纪就已经会弹吉他,还是这个客厅,沙发和家具, 诺依和妮娜还说要参与了电影《大坏狐狸》的故事主题曲的演唱,可见他们是真的很优秀哦,不过低调的社长却几乎很少炫耀这些东西,今天看到曾经那个软萌可爱的诺依,已经长成了男子汉的模样,不禁感慨万千,不知道以后哪个姑娘这么幸迅,能成为社长家的儿媳妇。 那么我们公器很大了,所以你们都是牢 Essa某 honesty是了,因为是所以我们继续 may了弃 Pentagon, burning于大小手们,就有aks定的来自 Rover的儿媳妇。 В高兵员大夫和店是有数捐当下校档交口拉玻于5女儀妇以后呢,我们就有 declining hyper龙希拉如果不不 semi币你的 кров蛇,面影捕摩合影哼 members,不至于5个星人,什么样,人就会来以为磨迫痠得的饱 vs4 už 바� ид Ner的 production scratches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